到就是麵線之後就是皇家牛肉麵 喔 可以啊 皇家牛肉麵其實好解決 因為他有那個 他要去那邊吃比較那個 他有餐包啊 可以那個直接外賣 所以原汁要接送我們去吃皇家牛肉 可以啊 雅板就要去吃 沒問題 那個老闆還蠻 你們聽說他們有跟你講要拍60秒的影片嗎 有有有 我有準備 可是現在 好啦 我們現在進了 這種康樂活動會交給原汁就對了 對啊 沒有 韋漢才是康樂鼓掌 原汁只是康樂小老師 小老師就好了 其實你們應該要找一個人 要找任俊 他在樓下啊 他還會唱歌 任俊是街頭藝人啊 對 真的 他才藝是什麼 他有license對不對 對 他要考到街頭藝人執照 原汁也是街頭藝人啊 只是沒有執照 他常常在街頭一個人獨走 街頭藝人 真的 我這個禮拜沒有 因為這個禮拜剛剛有 謝謝你有捧場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有 觀眾已經發現我們有大卡司 在講哇 大卡司 我們第一位是借大使 等一下講到國際局勢的時候 有借大使 怎麼了 好 沒關係 要不要等我站進的時候再調 沒有 沒有 不然再有 謝謝 哥 謝謝 應該是下個禮拜 對 應該就是下個禮拜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好 好 謝謝 偉翰你晚上會去 現在快要開錄了 蛤 網友說你晚上會去佑正的節目嗎 沒有啊 沒有齁 怎麼可能那麼晚耶 嗯 兵哥晚上會去佑正的節目嗎 他今天臨時打電話叫我去耶 可能就吵不到人 偉翰怎麼可能 偉翰八點廣播 這九點在那邊應該有一點恐慌了吧 不是 結束 錄完十一點 對啊 十一點我都已經 哇 借大使 原來借大使這麼多粉絲喔 這每個人看到借大使都挖挖挖挖挖 沒有 我那個特別安排的 可是這些 這些帳號都是我熟悉的 等一下看到今天IP都從紐西蘭來的 哈哈哈哈 並且打著簡體字 算一分鐘 好 好 對啦 那黃蕭牛肉麵啊 黃蕭牛肉麵其實很好處理啊 你不是有那個什麼太空包什麼的 他才42歲 誰 那個查馬克 他就折癌症 誰 喔對對我剛剛有看到 大頭目 大頭骨啦 大頭骨 大骨頭 他到底是叫什麼 下個禮拜很可能就要再一波的降級 但我們發現不管是中央還有包括地方政府都在做半套 不是色情行業喔 是事情只有做一半 可以看到臺北市政府有新的規定 學生 只要這個班級裡面有一個學生確診 全班通通抓去給他關起來關十四天 如果是小於十二歲的必須要有家長陪伴 所以不只是小學童 他的爸爸媽媽要有一個人陪著他 如果是個阿嬤照阿嬤扶養的 那就阿嬤要跟著他去關起來喔 那這個關起來會不會觀眾會用這個 確實就是把你隔離起來了喔 臺北市政府有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開學九月一號開學 我怕啊 因為到學校我沒有打疫苗 又群聚怎麼辦呢 可以請防疫假 原則上呢就是每天每天請 你每天要跟你的老師請 最多可以請到十四天喔 因為十四天之後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程度了喔 那有網友講 那你乾脆就延後開學啊 風險這麼高還得了 一個人卻惹全部 那你不要以為很遙遠喔 不要忘了 昨天的台電就有一個幼兒 是幼兒園裡面的小朋友 他被被家人傳染 就整個幼兒園他同班的人 全部都居家全部都隔離啊 連兩個老師也都隔離 所以不要以為很遙遠 都還沒九月一號就發生了 另外一個事情 有餐廳內用的新的指引喔 那現在阿中部長 可能會讓業者可以更方便一點 所以他說你如果是家人同桌呢 就不用隔離了 所以就可以脫下口罩 那這個說法有些人會擔心啊 他說那我怎麼確認他是家人呢 有人就說是不是我要帶戶口名簿 確定說我跟誰誰誰是家人 又或者是現場滴血認清 說一下血可以融在一起 是家人你們就可以同桌 不用不用隔喔 他說如果說騙我 我我沒有辦法辨認他是不是家人的話 他騙我後來出違規了被抓到怎麼辦 他說違規就罰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自己知道他是不是家人 所以你騙人的我就罰你 不會罰業者 那有些網友說餐廳要帶護證系統 跟護證系統連線嗎 還是餐廳老闆要有讀新書 那整天自由新政 然後夫妻車上喝水要被罰五萬塊 另外話題就是高端 高端原本阿中昨天告訴大家 他說年輕人厲害 很會Google 所以這些年輕人都知道高端很好 可是最新的統計二十到三十五歲 預約高端的只有百分之五十七 不到六十 但是你之前被陳時中認為年紀比較大 不會Google的那些人 反而是百分之六十四點六四 而且吹了這麼多天 還有一萬多還是消不出去 但至少已經消到五十八五十九了 五十八萬五十九萬了 我覺得阿中的任務也差不多 做得相當漂亮了 那國民黨青年部的副主任 張維元還爆料 他說長輩打了第一劑 已經打了AZ莫德納 醫院登記也只有選AZ跟莫德納 可是最近一直一直收到簡訊說 提醒他第二劑趕快去進行登記 可是如果照這個登記下去 其實就是打高端了 他就覺得莫名其妙 包括今天也很多人接到爆料說 奇怪 我怎麼預約變成是預約高端 後來莊仁祥解釋說 因為他們會主動的幫你登記高端 什麼都登記上去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去打開看看 有沒有被自動登記為高端 你就要小心一點 那剛剛有講到說包括郵局 昨天是阿兵哥跟老師 阿兵哥是快件 叫他們趕快統計照冊 那老師的部分是說我如果不打 我現在去上課 我要每個禮拜戳鼻子 現在是郵局 最速箭的方式 要求他們一定要趕快鼓勵這些員工 要去打 那不打其實他們也很緊張 雖然郵局說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鼓勵而已 我們沒有強迫 但是現在要發五倍券 去年發三倍券的時候 總共有一千三百多萬人 擠到郵局 這張照片就是 所以有群聚 這些每天跟民眾在那邊收東西的人 他們有高度的風雄 所以今天有人就很認真的問了 陳時中部長 這個事情怎麼辦呢 你們到底有沒有用最速箭去 標這個郵局的員工呢 沒有想到阿中的部長 反而教訓了記者 來聽一下這段 沒有強迫 但是有間接的被迫 兵哥怎麼看 你要事實 事實不就是公文都出來了 你要什麼事實 人家公文都拿給你看 那你都還不相信 那請問你要到底是什麼事實 事實是你的中仁強 自己都承認 人家沒有選之前 你全部都先把人家勾好 那現在只有高端 不是就叫人家去打高端 這不是強迫是什麼呢 那你還要狡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很無聊的一個人 我覺得陳時中最近 更小當時的次數實在是 這個頻率實在太高了 讓我有點看不下去了 那高端現在他們死命並打 硬逼大家打 可是問題是 高端的保護力到底多少 沒有人知道 發在23之後 我們完全處在一個 混沌不明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現在馬上又要解封了 你要進一步解封 這個進一步解封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也沒人知道啊 我覺得 現在與其大家要每一個人 大家這樣摸了石頭過河 我覺得不如大家把標準射嚴一點 這樣還比較好規範 你這樣子一搜一擠一擠 到最後所有人都非常混亂 我想請教一下 你現在說叫餐廳全部弄這個隔板 這個隔板請問一下 他科學數據到底是什麼 你加了隔板之後的防護力 跟沒加隔板的防護力 到底差在哪裡 你做過實驗沒有 你去給我數據沒有 都沒有啊 那你叫餐廳說一定要一家人可以做 那請問一下家人的定義到底什麼 他們兩個同居的算不算家人 對不對 男女朋友算不算家人 所以 不要搞這些模棱兩可的規定 這樣只是把自己搞死而已 我覺得你如果沒有準備 就跟民眾承認 你沒有準備 你沒想通 不要每天今天做這樣 明天做這樣 後天做這樣 你到最後只是搞了社會大亂而已 社會大亂 還有包括接下來各種的振興券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行政院堅持 就是很愛發券 發券成吃了 然後有一券 還有包括董子券 還有包括易放券 要捲土重來 去年大家印象深刻嗎 農友券價格這兩百五十塊 那你要透過網路 當時還當機 當機這樣當得很久 那董子券五百塊是用抽籤的 登記之後抽籤 所以有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就覺得說經過好幾輪搶了之後 都沒搶到 那相對剝奪感非常強烈 因為他是一波一波的被否定掉 我什麼都沒有抽到 抽到人當然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還有包括易放券 當時也是搖號 把號碼壓出來 身分證尾數是這些號碼的才有 一樣都是相對的剝奪感 那今年比較 他們希望都比去年一些狀況可以改善 那董子券的話說要求要先消費 你先花錢買 買到一個金額之後呢 我再給你領券 可是這樣很麻煩 因為你到底要花到什麼金額 到時候會不會又出狀況 比如說去年董子券 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將近九成 也就是十六億當中 全部大家都去買了體育用品 他其實是要體育產業 那大部分都去買譬如說鞋子 籃球 這些東西也沒有不好 只是過度集中 反而這些譬如說像健身房 已經兩上個月沒有開工的這些人 該被補助的他們反而沒有賺到 然後現在這個去年還出現一個狀況 是有十四 這個四億其中都集中在某一家特定的 因為這一家東西相對 我們也不能打廣告 那個去年四大券沒有使用的額度也相當高 那為什麼沒有用 其實就是太麻煩 太囉嗦了 那今年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再這樣子落裡巴說 其實這裡都是很多很多的錢 還有另外事情 現在數位五倍券現在也非常複雜 好 我現在請大家行行腦 打起精神 因為這段真的有點複雜 信用卡初步擬定要五千塊 讓他變成五千五 如果是數位五倍券付一百塊 政府就會在你下一期的帳單裡面 回補你一千 一百一百一十塊 那悠遊卡也可以 悠遊卡要先綁定 消費之後再下一期補金額到你的帳戶 悠遊卡等電子這個票券呢 則是去超商靠這個靠卡使可以撥付 總之呢好像有點複雜了 這個到時候各種領的方式 大家又要開始來絞盡 要把他記住啊 然後還有興趣可以抽得到 賣賣市長說 他已經率先喊出開出第一槍 一千塊高雄券的佈放了 每一張是五十塊的面額 換句話說這個五倍券的部分 行政院十張嘛 高雄券有另外的二十張 到時候高雄的民眾會拿到三十張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就是知名的江西化了 羅秉承說你為什麼不能發券 一定要一定不能發現金 一定要發券 他說發現金印鈔票也是會有成本的 真的是再過兩天就是普渡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幾天都是鬼話連篇 那費洪泰說 很多網友說既然是鬼話連篇的話 是不是我們官員的薪水也是用金子發 然後費洪泰說羅秉承是鬼話鬼月說鬼話 五倍券只能用一次 鈔票可以循環使用好幾年 這種道理你都不懂 你要念念經濟學 再不然你國小數學應該也學一學 韋汉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講 先放大絕 如果十月這個五倍券上路的時候 臺灣出現疫情 二次delta的時候全倒 都不用說了 先放大絕啦 如果出現疫情 你怎麼出去消費啦 好收回來 我們不希望臺灣有疫情 那就比照去年的狀況 這裡面剛剛耀州跟大家細心解釋的這麼多 哪一個去年沒有提出過 信用卡 行動支付 三千嘛 去年是三千嘛 花三千以後 之後下一期再補回你兩千 真笑我為什麼要花三千補兩千 我乾脆就是拿實體券 所以九成二 百分之九十二都是拿實體券 你那麼多的行動支付 悠悠卡靠卡 然後呢行動支付信用卡怎麼樣 都用過啦 有很多人用嗎 沒有 那你有沒有這些券呢 又是這個董姿 又是那個怎麼樣的 有沒有全部用完 也沒有為什麼 因為大家其實知道說 那個還要另外花錢的 我剛好要買那個運用品 我買個籃球我都用了 如果我沒有特別的 我幹嘛多花這些錢 所以就沒有了嘛 但是他聲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超商大賣場 還有這運動用品的集中消費 因為大家都跑去哪裡用 因為不能找零嘛 我跟大家講去年的三倍券 是九張 就是兩百塊跟五百塊 今年的五倍券是十張 印九張都要二十二點五億 印十張會比他少嗎 你今天羅秉承發言人 跟大家講說 因為這個印的鈔票以後 也可能會比較 這個成本不低 不要說那麼多 你直接告訴我 如果同樣的印五倍券 跟印鈔票 你先告訴我成本多少 你要另外開業務嗎 不用 你要另外再馬上指嗎 我們國庫有指 你先告訴我多少 二十二點五億對不對 你先去比 是多少二十億嗎 還是十億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講過兩次了 六月的時候 觀眾朋友家裡面 有國小小朋友 你都拿過了 就是直接用帳戶 跟那個健保卡 哪裡 他有特別印了一千塊 一萬塊的錢 然後送到你家嗎 沒有啊 觀眾朋友你拿薪水是怎樣 現在還是五一雷落探場 那個時候對不對 還要一整包豬肉籠 還要去拿那個豬油仔 還要給你弄那個錢 你就是進戶頭 美國跟日本都進戶頭 你怎麼拿這個來講呢 華國飯店這麼久的飯店倒了 還有這個臺中的更新員 他不知道十月要上嗎 他要換另外賣烤鴨啦 反正就是說 大家知道就是難過這段期間 那你如果說真的現在景經這麼好 大家都等著去衝就好了 我再講一次 三倍券是九張 這個五倍券是十張 多了一張 他的成本到底會是多少 為什麼要多花這些錢 新的皇家打皇家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拜拜 幹什麼原汁唱歌啦 對不對 幹嘛要推我啊 為什麼原汁今天 欸原汁今天尾翰特別近欸 對啊 因為他以前都做第一個 對啊 以前都不會遠遠的 他跟你講壞話就幹嘛 唱歌了 兵哥應該蠻高興的 終於不會夾在兩個人中間 哇觀眾都比我們積極欸 這一直幫我們拉票說請大家要訂閱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訂閱國民大會 你說我看YT 我當然已經訂閱了啊 其實有些人可能是看這個 看YT不一定有訂閱啊 有時候 對對對對對 看歸看 對齁 他有時候會推播 會推播 就是你沒訂閱 可是因為他發現 他已經點進來 還要開鈴鐺啦 看到原汁就屌的啊 就想說欸怎麼那麼帥的吳彥祖這樣子 對 他一直在辯別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 然後就 辯別完之後節目就結束了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吳彥祖 吳彥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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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彥祖在竊聽風雲啊 好不好 竊聽風雲很久以前了 他現在有在拍戲嗎 那個 有 他最近有一個新片 原汁啊 岳豐又來啦 喔 岳豐你好 林毅說希望下次國民大會可以在晚上九點播 晚上九點有什麼特別的嗎 幹掉邵康 邵康是幾點 對 原汁要開新節目喔 蛤 你有要新節目嗎 沒有啊 你怎麼沒有去參加那個戰鬥欄 戰鬥欄 他有啊 沒有沒有 剛剛那個 今天有PO出一整排啊 你現在算哪一掛的啊 鍾佩君什麼的 不知道幫我推薦一下 朱立倫的啦 沒有分好不好 這個哪有藍綠哪有分 但是呢 是新北市最大豬猴 又有豬又有猴 可是 可是朱立倫不是喊正常倫嗎 他不是也是 他不是也是 他不是也是想應戰鬥欄 他不是正常倫可以參加正常倫 歡迎幫我推薦一下 推薦什麼 正常倫 戰鬥欄 你是嗎 那你要先穿藍色的T恤啊 讚 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讚 我以為你說 你要唱一下藍色小金魚 你要不要唱一首歌 有剩一分鐘 快快快快快快 30秒 歡迎歡迎 他如果突然項目出來 他就冷冷的雨裡 他就只有這個而已啊 我還會 給我一杯王情水 你就是這個 只有這兩首而已 所以你是唱得德華的 為什麼覺得原資今天 心事重重的感覺 沒有 心事重 還是你坐在偽翰旁邊 覺得有壓力 對啊 他一直針對我 過去一點 大家想看兩個人的安全之吻嗎 過去一點 不能脫口罩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面只要會做梗圖保平安疫苗打兩劑打到保 造謠攻擊別人呢其實檢察官都會保你命 這個第一名行政院前發言人現在一樣還是在行政院的團隊裡面 他在去年開記者會的時候就是這個梗圖做了很大張 他說臺北冠軍牛就是這個皇家牛肉麵 用的就是萊劑美牛 先記住這四個字喔 講得這麼清楚 萊劑美牛 但是檢方不起訴他 不起訴他理由是說 因為他去問了這些賣美牛的當在臺灣的業者說 原來這些在美國飼養的時候都有用萊克多巴安 只是來臺灣之前先不用了 所以他們的量就比較 參與的比較少 來到臺灣就沒有被驗出來 不是 驗出的量比較少 是合格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換句話說 丁一鳴講的也不是造謠喔 所以丁一鳴無罪 但是這個檢方的理由 現在就被認定說 那皇家牛肉麵用的牛肉就是含有萊劑 所以皇家牛肉麵老闆陳嘉賓非常憤怒 在臉書寫了一大篇 他為什麼要從去年到現在 已經好多個月了 十個月了 孩子都出生了 為什麼會一次一次的打擊我們呢 不是政府必要的把關許可嗎 牛肉價比比去年漲了六成 都快要奄奄一息了 還繼續攻擊他們 我們幫大家回顧一下 去年是怎麼滿門操滿 操展這個皇家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一開始最開始是民眾檢舉 說他們排放油煙 當時是環保局去查 第二次的時候是說他冷凍包產地呢 是在經濟部沒有查到有這個工廠 第三次是消防局去查安檢 查到老半天他也滿模範生的 只查出說他的鋼瓶串的方式 應該是一個一個串 串的方式不對 然後到第四次更厲害了 一口氣金發局公務局衛生局去查 聯合大集查 查到翻翻來翻去 查到什麼 查到垃圾桶沒有加鈣 還包括說他的這個冷凍食品高度不足 等於說皇家經過在滿門操展之後 是個小小模範生耶 做得還蠻不錯的齁 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包括王定宇他講用這張照片說 你們這些國民黨 你這個老闆根本就是政治咖 你跟你站在旁邊的都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都豎起大拇指 比了手勢豎起大拇指說 好吃身體好好的 就說包起來我身體很好 當然我們怎麼會放這張照片 以後選照片不要那麼故意 不要把房東對著王定宇比大拇指的照片 這個有點故意齁 這樣我們是堅決反對做這樣錯誤的連結齁 那另外一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在去年也告訴大家 臺北市如果堅持領檢出 所有的牛排館都要關了 後來他修正是三分之 感覺好像跟這個檢察官講法是呼應的 原則 還好你剛剛有解釋 不然我還以為他們兩個一起去吃 但我怎麼覺得 你怎麼知道沒有 沒有啊沒有嗎 你確定沒有 我不知道 那我覺得王定宇在亂講 你知道嗎 他的意思是說那個皇家傳承牛肉麵 就是有萊劑的 就是萊牛啦 你們藍營的還去吃啊 吃了也沒怎麼樣 問題是皇家傳承牛肉麵 他的肉到底有沒有萊劑的檢出 沒有嘛 他是零檢出嘛 所以即便是藍營的政治人物去吃 也沒有吃到任何萊劑啊 其實那時候我第一時間我也有去吃啊 為什麼沒有你的照片 你也有照片 我沒有拍照啊 但是我有去吃啦 那我們為什麼會去吃 主要就是因為那個丁一鳴 攻擊這家牛肉麵店嘛 說他是用萊牛 那我們想像的萊牛定義就是說 他的肉是會驗出來劑殘留的嘛 結果他拿出一個零檢出的證明 他沒有嘛 所以他被誣賴了嘛 那大家去挺他嘛 這個是那個事情的過程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檢方的定義 真的跟大家的認知差很多耶 因為你從那個脈絡來看 第一名他為什麼要把 皇家傳承牛肉麵扯出來 他就是要護航萊劑殘留量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為什麼要開放萊劑殘留量 那你看那個皇家傳承牛肉麵 也有用啊 他還冠軍呢 有差嗎 所以丁一鳴講的 他就是講那個有萊劑 肉裡面有殘留 10ppb以下嘛 他講的就是這個東西嘛 所以檢方怎麼會把它解釋成說 萊牛的意思是 這個牛曾經有吃過萊劑 雖然他後面沒有 後來沒驗出來 但是他曾經吃過 就叫萊牛 那如果是這樣 我想請教一下 第一個 那丁一鳴你也不用道歉 如果是這樣 你不用道歉 不是他道歉 是蘇貞昌去道歉 蘇貞昌後來道歉 你知道嗎 他還警車開道 下班時間四五點的時候 警車開道 然後去吃牛肉麵 我那時候還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好 你道歉還有牛肉麵可以吃 警察在外面罰讚 做官就是不一樣 而且還買了將近四萬元的牛肉麵 對啊 用打桶編 還桶編 有打桶編 所以我覺得檢方的判斷 真的跟我們大家的認知差很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也不用放寬萊劑殘留量 你就是你堅持零檢出就好了 那第二個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給這個 皇家傳承牛肉麵的老闆 幫他加油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勇敢 你看他一波一波被攻擊 先被丁一鳴攻擊 然後後來被一些熱心的民眾去檢舉 然後他現在呢 因為那個檢方的不起輸出出來之後 他被一堆1450攻擊 然後王定宇也在那邊酸 他是一個政治人物嗎 我漏掉了我們寇姐 寇姐也發起巨吃皇家的牛肉麵 忘了 不是五波是六波 寇姐是第六波 我意思是說他是一個政治人物嗎 不是 他是一個規規矩矩做生意的老闆 非常認真 我跟他聊過天 他就說他非常認真在專心 就是研發新的口味 然後而且很健康很營養 要給大家最好的美味 這麼認真的老闆 他會想到他有一天會被政府攻擊嗎 會被網軍攻擊嗎 會被一堆熱心民眾刻意去檢舉嗎 我們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 在現在的民進黨執政底下 一個規規矩矩做生意 都要面臨到這樣的遭遇 大家不覺得很誇張嗎 那我覺得民進黨 他最喜歡採取的策略就是 把你逗湊 把你逗湊之後呢 他就洗白自己 他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當初是蘇貞昌跑去道歉 哎呀我們的蘇貞昌 怎麼可以去道歉呢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他討回來 所以就出現一堆熱情民眾 而且那個熱情民眾 還很懂媒體操作 因為我那時候問過新北市政府 我說為什麼你們動作這麼快 一般不是檢舉 也不會這麼快去機場 結果那一個熱心民眾 他是跟某平面媒體投訴 然後因為記者去問了 所以他們才立刻去查 所以他們的招勢就是 我把你搞臭了 好像我們就白了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民主體制下 有政府會這樣攻擊 一個善良的店家 真的是很離譜啦 我真的很建議這個老闆 趕快去學做梗圖 如果不會做梗圖 沒關係 趕快加入民進黨 因為只要顏色對了 也是一樣保平安 前民進黨立委高志鵬 他涉及貪污 被指控在這個 有一個承租的構架裡面 他收了政治陷阱 當然他本人是喊冤 當問題是他確定被判刑 四年六個月 後來是入監的服刑 速度也很快 二零一九年一月的時候入監 在今年二零二一年 二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假釋出獄了 那當時就有這個 很多媒體報導 今年八月十四號的時候 方傳媒就寫了很多 他說我們這個有意問頂 二零二四大位的 包括了鄭文燦 還有賴清德 真相要拉攏高志鵬 所以你看顏色對了 就算你是貪污犯 就算你是貪污的更生人 一樣可以獲得我們這未來的 極有可能 因為偉漢一直說賴清德應該就是下任總統 極有可能當總統的人來拉攏他 鄭文燦拉攏他的方式 八月十號宴請他 那副總統賴清德早在他 還在服刑的當中 透過人脈透過關係 傳遞字條到外衣間裡面 給他溫暖 後來一個外衣間六日可以出來 還甚至請他一起吃過飯 這個情節像什麼 像不像狼牙榜 大家都要爭這個人 感覺好像爭到他就可以爭到天下 江左梅郎 然後外衣間是什麼呢 外衣間這個都是巴德的外衣間 外衣間就跟一般的非常不一樣 他的休閒生活很多元 然後他基本上就這個掃掃地 然後甚至花蓮的還外面還有牛 還有這個白露絲風景非常漂亮 我們資深媒體人黃雅銘告訴大家 高之鵬假釋之後 他還回到鄭國會操盤 現在不但在體育的頻道擔任顧問 而且他現在是體育大學博士班的學生 博士生只有取一名 只有正取一名 所以高之鵬真的是相當厲害 那他真的開始掌 鄭國會的智庫操盤二零二二 所以你現在看到之前鄭國會感覺好像比較沒有串 比較沒有那麼積極 但是他從二月回來之後 變得非常不一樣 不斷的一波一波 包括正信券 包括之前的店家 他們都一直透過視訊也好 透過開記者會的方式 他們非常積極在做這個動作 賓哥怎麼看 其實這個會讓 我看很多人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一個因為貪污被判入獄服刑的 一個前民意代表 現在被大家當作諸葛亮一樣 大家在爭相籠絡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現在兩個最積極籠絡他的人 一個叫賴清德 一個叫鄭文燦 這兩個是民意黨下一屆 當總統最熱門的兩大人選 那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直接告訴我們說 下一屆我們的國師就是貪污犯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然是這樣告訴我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耶 高志鵬什麼時候變諸葛亮我真的想不到 我以前我認得這個人 我從來不覺得他是諸葛亮 你說他諸葛亮我覺得比較相信 有沒有一種可能 放這種消息的會不會是要 就是鄭國會或者高志鵬的人 放這個希望 這個拉抬高志鵬的身價 還有他的地位有可能嗎 我覺得這是有些人 刻意放出來的消息 是要幫他鋪路 也就是說 因為高志鵬他就是搞政治了嘛 那他之前有這樣一個不光彩的紀錄 現在要幫他鋪一條路 讓他能夠重新很光榮的返回政壇 華麗轉身回來 那這個時候你要有功勞 你才能夠重新回來 現在就是把鄭國會這一波 對抗蘇貞昌抗戰 成功的這個功勞 就歸在高志鵬身上 我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啦 老實講啦 今天是鄭國會打贏的蘇貞昌嗎 我是一點都不相信這件事情 今天如果不是因為蔡英文在後面 鄭國會憑什麼去跟蘇貞昌打 我跟你講一點機會都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做這樣的操作 只會讓大家覺得很噁心而已 但是我也請大家不要忘記 高志鵬入肩服刑 是因為他貪污的事實 不管他再怎麼喊冤 陳水扁到現在都還在喊冤耶 對不對 那實際上他就是因為貪污進去了 那如果每一次台灣有這樣的政治人物 貪污啊做惡多端啊怎麼樣 他只要進去蹲個兩年 然後稍微這樣子 那個華麗轉身一下 你就讓他回來 又繼續能夠升居高位 看起來他們一步準備要幫他安排一個很好的位置一樣 那台灣的政壇 未來還會讓年輕人有希望嗎 台灣未來政壇就是抽不可聞的一個狀況啊 所以我真的拜託不要再搞這種事情了 這整個過程我看到這邊報導 只有讓我覺得非常的有心而已 韋翰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韋翰對狼羊榜特別的有心的 你看到因為高智鋒其實跟我們跑過立法院 跑過政治線的人也多少都有一些熟弱 也不是特別針對他 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會有特別深的感觸是 像前面我剛才講到了 只要會做圖卡 只要做梗圖 顏色對了 造謠攻擊通通都沒事 現在明明是前科犯但是呢 一樣喔 就出來之後 試圖可以當顧問 阿又可以當博士生 韋翰你怎麼看 民進黨內的文化跟國民黨比較不一樣 就是民進黨內的文化他們是第一個送暖 第二個就是到時候要相挺的 那兩個大阿哥二阿哥 顯然他們在2024年會有一戰 所以黨內人員要好 派系要多 政府要挺啊 並不是說高智鋒就是江左梅朗啦 他在民進黨內的大家對他的評價也不是這樣 就是軍師型或是他一個人可以運籌我又倒不是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民進黨內的這個戰爭其實已經開始了 鄭文燦這一次的三加十一 儘管陳時中跟大家說 那不是破口 可是大家總會覺得說反正去桃園 反正跟這個其實有關 我看文一個直白一點的 因為一般我們連你自己也這種判斷 就是鄭文燦在這一波已經出局了 有這個狀況嗎 他在我看來出局了 可是他自己不會認為這樣子 而且希望他選的人可能還要繼續挺他啊 對不對 就像是賴清德副總統 抬交的人還繼續衝就對了 鄭文燦有努力 因為各自會有各自的 好啦 講更白一點 或許蔡總統更喜歡鄭文燦啊 對不對 蔡總統可能覺得說 我是確定蔡總統比較沒有喜歡賴清德 蔡總統應該從來沒有喜歡賴清德 他唯一一次跟他一起在總統府吃飯 是因為美國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 克拉奇來的時候 他才講說一定要把他叫來了 其他時間沒有欸 第一次阿扎爾的時候 根本沒有賴清德啊 對不對 所以啦 民進黨會有民進黨的那個 所謂的風取運用 但時間還沒到 等到他那個靠近選舉的時候 是啦 因為要說也是要我再講一次 我看好2024民進黨出來選的是賴清德 而且很可能最後當選人就是賴清德 袁智你怎麼看 我當然覺得很誇張 你覺得是侯友宜是不是 蛤 你覺得是侯友宜是不是 不是 我相信2024應該是賴清德啦 我相信 連你都覺得2024就是賴清德當中 不是 民進黨會是賴清德出來選 哇 趕快獨家 民進黨的議員認為2024是賴清德 他問我 我順他話講 我說民進黨 我相信他是賴清德出來選啦 因為鄭文燦之前 我覺得311他要賴沒關係 但諾富特的破口他賴不掉啦 所以剛剛我不是才講嘛 我就說他為了要洗白他諾富特的破口 所以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拆籃框啊 拆籃框就算了 還找了一堆人幫他拍有沒有 拍了搞到群聚嘛 所以就做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那我覺得類似的事情 他越想要洗白自己 出的包就會越多啦 那離人心會越遠 所以賴清德先豪針以霞 再等著出現了 台灣是不是準備要加入北約了呢 我們休息一下 由大使為你精闢的解說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拜託 1秒 就是夜間是剛才那句話一直賴 沒有 你要先放我 我覺得2024 民進黨是賴清德 而且我說當選的人 也會是賴清德 那大家說對啊 我有覺得賴清德 結果當然就可以卡斷了 然後面都不用了 我好像都是這樣的啊 那個民進黨是 最後一句講是民進黨 沒有 我講說當選人是賴清德 然後你馬上就接受 對 我也覺得是賴清德 好 OK 不會 反 老實講 鄭文柵還沒有結束啦 還沒有結束 鄭文柵有董內喔 大家不要忘記 蔡英文在哪裡 我特別唸一下有一個董內 有一個觀眾這個憂心忡忡的 所以現在一直很多人講說 賴清德要去接葛葵 等一下我認真唸一個董內 因為是觀眾要求說 我們提供一個訊息 忠孝東路三段 二十八號的待用餐要更正 忠孝東路是臺北市的嗎 還是汐止 忠孝東路三段 一定要講正義國在那邊 好 忠孝東路三段二十八號 待用餐要更正 因為都是上班族集資 下班後才可以開始準備的 所以只有禮拜三下午 跟禮拜四下午有提供 請大家要諒解 謝奧昭先生 拜託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免得有人白跑一趟 這個人真的是用心 因為他還花了七十五塊 董內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因為因為我們戲子也有忠孝東路 有啊 戲子有忠孝東路 但沒有三段 對對對對對 趴著一下 就禮拜五了 對 趴著一下 又人知又要去 韋翰 你今天沒有直播呢 早上 你有嗎 有 他不是都有直播嗎 11點欸 有喔 怎麼沒看 啊 我在開花啦 沒有 我今天沒什麼內容 我跟他聊天而已 我現在好懶得做直播 觀眾抗議了 說我們侮辱了狼牙榜 因為狼牙榜是神劇這樣子 所以我才講啊 高志鵬 不是江左回朗 他沒有這麼重要 差太多了 好好好 現在你手會不會痠 不會喔 我已經講得好像很醜用一樣 好 OK 腿會不會痠 會 OK 我覺得那篇報紙真的寫得太誇張 哪一篇 就是剛剛那個 所以我才說 我才問說是不是 就是 就是抬高自己身價 高志鵬 我不知道從任何他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個人把他當什麼軍師 什麼看待啊 我聽都沒聽說過 對啊 湯謙謙我們待會就是接大使了 你要好好認真聽大使開示 壓力好重 壓力好大喔 我們又不好意思叫大使評論那些 晦氣的題目 不會不會 一分鐘 等我中了樂透彩 我就買十套西裝 那個是什麼 今天是什麼 歐利彩 還買錯 今天不是微利彩 今天是大樂透 微利彩要下一個 難怪我都不會中 因為我都買錯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拜託你拿起你的手機或打開你的電腦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自己本人已經加了你的親朋好友 包括你的鄰居街坊幫我們拉拉票幫我們衝刺一下 我們今天要邁入五十萬的大關 拜託拜託 這個大家今天一早看到手機嚇了一跳 臺灣快要加入北約了 加入北約之前是不是要先建交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 因為比較親綠的媒體裡面都是寫這個標題 其實其實也有很藍的媒體 被認為是紅媒的 也是下了類似的標題 和阿富汗不同 蘋果日報說臺灣要跟北約日韓並列 拜登首度表態 如果入侵美國會回應 三例還寫 拜登將臺灣跟北約並列 那上報寫說拜登 他寫得更具體一點說 要結束他的戰略模糊 要變清晰 要把臺灣跟北約並提 那快訊拜登承諾 臺灣如果遭入侵 美國將回應比照北約 所以越寫 哇 越驚人 我們要建交了 我們終於要跟美國建交 要加入北約 要簽新的約定 那工商時報也是 連工商時報都這麼寫 拜登臺灣如果遭到入侵 美國將比照北約日韓回應 那這個是原文 原文其實非常簡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看錯 主要是看到這邊 我們其實已經做了很多非常神聖的承諾 主要是講到北約的第五條 北約第五條是什麼 等一下來講一下 那如果有人被入侵的話 我們一定會有回應 那重點是 他這個文法裡面重點是 我們做的這個神聖的承諾 對北約是這樣 我們對臺灣南韓也是這樣 所以重點是說承諾都一樣 而不是說我們對北約第五條 也跟臺灣一樣的規果 這最基本 大概國中就知道這個文法了 我不知道下面這些是國中沒有唸好 還是怎麼樣 北約第五條是規定什麼 一旦有人遭到成員國遭到攻擊 立刻反映 什麼叫立刻反映 我不用經過我們國家的程序 比如說有的要經過國會 有的需要經過總統等等都不用 我就直接開戰了 你打我 我馬上就打你 西反射 所以怎麼可能 這個我們我們是靠臺灣關係法 在這邊 我維持西太平洋的和平 安全穩定 這個規定裡面從來都沒有寫得很清楚 說只要我打過來 二話不說 他就回籍 從來都沒有講 所以每次美國總統都被問 兩岸開戰的話 你的你的反應是什麼 每一個總統都被問 拜登到現在 有被問過嗎 我待會再一次請大使講 所以網友就講說 聽拜登講話怎麼覺得唬爛 唬爛的 不是覺得 其實唬爛成分還真的沒有 不曉得美國總統這幾十年來 就是這樣說阿富汗 行為說明一切 你先建交吧 後來總統拜登講完之後 他們國務院的發言人趕快補充說 沒有沒有 還是入場 我們還是臺灣關係法 還是美中三聯合公報 都是一宗 大家不要誤會 那我也覺得拜登算厲害了 這樣的文法 讓我們的人還真的以為說 我們要跟北約一樣的這個規格 美國的國安顧問前幾天 蘇利文告訴大家說 我們都一樣 我們對臺灣的承諾 一如既往的堅實 可是現在大家都挖出來 他當時給他的老闆希拉蕊 他是提出放棄臺灣 讓他們美國更富裕 就是放棄臺灣發大財 大使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這句話 我們國內這些媒體是故意曲解 其實他們看得懂 故意往那邊帶 故意喔 故意的 那就是把拜登拉下水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我們國內像這些 這些做這種報導媒體 他以為他在臺灣 他只是對我們臺灣的民眾這樣講 洗腦嘛 可是這些報導 以我對美國的瞭解 美國總統第二天照報紙上 第二天他的全球情勢報導上都會寫 那會造成美國又一個印象就是說 你看臺灣就是想把美國拖入 將來跟中國大陸一場戰爭 過去阿扁的時候就做過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小布希基本上 聽說是用三字經那時候來罵阿扁 然後他說我美國要不要打仗 我要不要讓我的美國軍人流血 是我美國人的這個 是我美國人的決定 任何人想要讓我 把我們美國人的這個年輕人的血流 為他而流的話 這些人我都要譴責他 他就是這種心態現在又展又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最不好 這個這種的消息傳到華府 到這個到了這個像 到了這個拜登 我想他會很反感 你們這樣曲解我的意思 所以大使你認為說 拜登的語法上面沒有故意製造模糊 而是我們的媒體故意扭曲 我們故意的 我們說臺灣必定有所行動 人家只是說我會回應 Respond 那什麼叫行動 這個這個都是故意在曲解 再怎麼樣把它擴張解釋 而且拜登第一句話就講得很清楚 Keep every commitment 就是說我對的承諾我都維持 那這個大的環境 我們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講這個話的背景 事實上他講這句話背景 是因為拜登這幾天 在美國被罵翻了 他的支持度 前兩天 昨天還是掉7% 今天可能更多 因為我看了美國這個幾乎是 一面倒的罵他 而且很多具體來說 就是對拜登這一次 撤在這個阿富汗的表現說 你的盟邦 基本上會對你上司信任 那麼點名的包括北約 包括日韓 包括臺灣 就是說你的盟友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美國的很多媒體 也都報紙的話 像紐約時報 像這個洛杉磯時報 都明確的寫 然後那個電視台更是都這麼講 所以這個今天就是說 盟邦將來會對美國不信任 那麼會讓整個美國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盟友對他失去信任 這是美國媒體 這也不斷的在講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事實 所以拜登講這句話 他是對美國人講的 那我們現在國內來這樣做運用 做大內宣 要變成大內宣 大內宣 那我剛剛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想要知道 因為川普其實有表態過 他說他有講一個很籠統說 到時候我們會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會怎麼做 其實有講跟沒講一樣 拜登有沒有被問過 不管他上任之前 上任之後 他有沒有被問過說兩岸如果開戰 他會不會派兵 他絕對絕對不會 不會做任何明確的承諾 因為他已經叫他的這個亞太的 沙皇出來講得很清楚了 現在最適合美國的 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兩岸政策 就是模糊 所以你要這麼明確的問他的話 他絕對給你打一個模糊 他說我們現在不會講清楚的 那這個模糊 我的解釋就是說 他不會做承諾 所以他對台灣做什麼承諾 事實上我們1979年我們跟美國斷交以後 美國的承諾就只有一個 提供台灣防衛性的武器 另外他對兩岸的正式到現在沒有改 他希望兩岸用什麼 和平方式來解決彼此的衝突 這個就是美國的一貫的政策 然後你說要怎麼做 美國從來沒有說過他會派兵 兩岸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行政官員 不要說總統了 就是他今天國務院一個中層 中級甚至低層的官員 他都知道 他絕對不會做任何明確的承諾 大使那我們今年一直看到拜登上任以來 軍艦有七次的經過台灣海峽 這有加強他協助台海和諧的這個力道嗎 這個基本上我認為是火上加油 火上加油 我覺得是火上加油 因為美國現在國家的策略非常清楚 就是要遏止中國大陸的崛起 那台灣的地位現在是抖升 立刻這個行情升了 可是是美國在這個策略下的一個 工具 所以台海的議題他必須要把它變熱 變激烈 然後用這個情勢呢 來對中國大陸施壓 這個是一個對美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工具 所以對台灣來講的話 他怕台灣蔡英文政府熱過頭了 看到這個情勢怎麼講呢 興奮過頭 所以他一直叫他的重要的官員講說 第一個我是實行一中政策 第一個 第二個講得更明你沒聽懂 我再告訴你 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美國基本上他不 他一方面要炒熱這個 這邊的緊張 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叫民進黨 這個政府跟他的支持者 你們不要想太多 不要以為我真的 今天就會拖出我的那個框架 模糊政策框架 模糊就是模糊 所以你看他這個一講出來以後 他講出來以後 我們這邊的這個報導 其實美國非常反應非常快 所以他的這個國務院發言人 為什麼馬上出來講這句話 這個就是馬上釐清清楚 馬上要把這件事講清楚 他也不要讓你這邊被利用 我們現在就是想利用美國 蔡英文政府想利用美國 不管是對內也好 兩岸關係也利用 美國沒那麼好利用 我想這些媒體 這些這一列的這種扭曲 美國總統的話 我覺得有點在玩火 我是勸他們不要做這種事情 這個對臺灣不利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發現說 拜登的個性 大家其實有點驚嚇了 因為他今天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一段畫面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阿富汗的狀況 真的是讓人家相當的不忍 因為有這個年僅十四歲的 在機場裡面被踩踏 那這個這個他的這個遺體的照片 公租於是之後 大家心情都很沮喪 那他二十八歲的姑姑說希望人民看到真正在當地發生的事情 是這個世界背棄了我們 他其實應該是講美國背棄了我們 其他國家也沒有在關心他們 那前幾天大家看到這個飛機起飛的時候 有三個人掉下來 其中一個人他就是青年 他們是國手 足球隊的才十七歲 長得這麼帥氣挺拔 他抓著這個門後來摔下來 在今天早上這個美國的媒體 資深的主播在訪問拜登的時候 問到了這件事情 結果他瞪 他怒瞪 這一個主播 那已經是好幾天前的事情了 來看一下這一段 其實大家覺得美國的人血還包括反應在很多重大的衝突裡面 其實他們的武器 比如說都一方面他們譴責這一些所謂的恐怖勢力啊 或者是這一些他們要打擊的勢力 可是美國的武器常常就留到他們 然後我們還買這麼多 維漢怎麼看 美國的總統 所以我們對這個不算友邦 但是至少跟臺灣關係還不錯的總統 我們保持一定的尊重 可是人家問你 全世界都矚目 那個你的C-17飛起來 人將掉下來 這全世界這幾天誰沒有看影片看好幾次啊 他為什麼要怒頓 他就是四五天一樣的事情好不好 他不爽啊 他就說我沒有亂啊 這不是我的不錯 是阿富汗政府自己不抵抗 我的撤離就是很正常的 你背叛他們 沒有啊 所以剛剛那一題跟這題是同一題 拜登這幾天就是要跟美國的民眾說明說 我沒有背叛承諾 我沒有讓那個情況混亂 都是他們的錯 可是觀眾朋友 你從這一整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知道 要講更早一點 然後到來掉書包 掉到我們 中華臺北 我們臺灣曾經沒有參加過其中一次一九八零年 那是幹嘛 一九七九年蘇聯揮軍阿富汗 那時候要抵制蘇聯 所以我們沒有參加那次奧運 那時候我們其實也沒有 沒有想好我們叫什麼名字 一九八一洛商協議對不對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美蘇冷戰的時候 其實美國就在阿富汗扶植很多反蘇聯的勢力 其中就包含塔利班的全身嘛 包含神學士 你看他 你看他其實資助過他的喔 然後到了九一一事件二十年前 因為Twin Tower被炸了以後 他開始去把那個塔利班最遠拉下來 可是這二十年過去發生什麼事 你這邊住軍二十年 別的不要講 我們看中間這個照片 導播幫我們拍一下 美國的五角大廈內部的文件說 我們這二十年在阿富汗 我們給他的那些那個 導播中間這個 對對對 我們給他的武器喔 沒給三件 有一件根本沒有到阿富汗的軍隊的手上 不照一頭 照一塔利班去 包含了塔利班絕不可能買到的 你講說塔利班他種鴉片 就是你去買的關我什麼事 不是 因為那是只有美軍才有的夜市裝置 晚上在那個夜市 然後那個裝置被拿來攻擊阿富汗軍隊跟美軍 他們爭笑耶 所以表示這個貪腐狀況嚴重 那到底怎麼回事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這個事情從飛機上掉下來這個事情 我跟跟大家講 不懂國際政治 不懂軍事的人也會有感 你為什麼讓他們要趴在飛機上掉下來 幫美國工作的人就一萬八嘛 你一個泱泱大國世界最大的強國 我剛剛有講 對拜登總統保持一定的尊重 可是你要證明你沒有做得很差 那我就問一句 你既然要撤離了 你設定就八月底跟現在九月十一 九一剛好二十年 你沒有想過塔利班來了他們會怕嗎 不是每個人都怕喔 阿富汗三千八百萬人 有的人不怕 反正我就把頭巾蓋起來就好 有些人會怕 因為他幫你美國做事嘛 那你都沒想過讓他們撤離 讓他要扒在飛機上掉下來摔死 跟你無關 人家問你說那幾 那個你要怎麼解釋 四天前五天前的事情 我告訴你再過四年 再過四十年 如果有一天再出那個狀況的時候 大家會再回顧 就像我們在講越南一樣 西貢那也是四十幾年前了 四十年後再有人掉下來 大家還會想到這個畫面 還會想到拜登 不是四五天啊 他永遠就印記在那邊 民進黨譴責部分的國人販賣蠻果乾 聽起來很諷刺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大使第四段會不會太口水 不會 這個還可以齁 這個題目蠻重要 因為這個 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就是其實其他國家都是這種講法 對啊對啊 其他都是這個講法 那英國 其實那個華爾茲 其實我聽說他是特戰部隊退役的 所以他都這樣講 就是他是個鐵漢 連鐵漢都說 如果台灣人我可能會緊張 他們是很認真 我們只有台灣 我們拿來做政爭 人家都是認真在檢討 檢討非常嚴肅 我們這邊一檢討 就是你阿共的阿共的同路人 我們就是政治風向 我們社會不夠 不夠理性空間 不夠嚴肅面對這個事 這個其實趙少康講的是對的 其實這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這樣講話 太多了 講這種話了 今天在韓國 在日本 在英國 在歐洲 到處都是 其實趙老大江湖地位太崇高了 提出這種質疑者是顯得自己小 把自己做小 對 他那個是 總共幾分鐘 我覺得讓大使好好講好不好 不然這樣五分半 又我 又原資又大使太碎了 原資我讓大使就是 其實也沒有完整 就我結給他搞不好也剩三分鐘而已 原資會覺得太好賺 那就下禮拜就黃家牛肉麵 我是覺得 你有覺得不好意思還是什麼的 就黃偉漢你講太多了 偉漢你是不是有什麼活動 行動還沒有發起 你上次不是說有個什麼 對定業原資 我針對他 他可能想紅 我們不要碎了他的心意 偉漢很穩 都沒有上人家 反正他號稱新北市最大諸侯 我也惹不起他 我沒有號傳都是你在貼標籤 沒有猴啦 用眼睛欺我 我想說 沒有猴 你沒看到我後面那個輪嗎 最大諸 蛤 你沒看到我後面還有猴嗎 這樣子對 趕快搶 沒關係 哪有 你後面是先有豬還是先有猴 沒有 後面是板橋鄉親 還香菜耶 你把板橋斬得好像你偏鄉一樣 我們都是各位鄉親 這個林怡說希望州長有一天去邵康客串一下 邵康壓力很大 聽說 你要去主持還是去當來賓 當來賓 主持怎麼可能 可以啊 你有去代班過不是嗎 你是代班雅虎 對 我是衝康 我不是去代班邵康 不一樣 林怡為什麼同一個訊息一直洗版 然後一直希望我們去 然後點將 希望A去B的節目 B去C的節目 C再去A的節目 你去主持可以 你去上怎麼當來賓 你是公司的員工 怎麼可能 那你去主持可以 謝謝 謝謝 趙先生他對這個阿富汗的事情提出了一些警醒 就沒想到被綠營的說他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趙先生做了一個梗圖 他說聯邦的美國的這個眾議員 他也華爾茲他也提出 如果我是在臺灣的人 其實我看到阿富汗事情 我會害怕 包括川普也說按照他的經驗 他覺得即將在臺灣發生不好的事情 他說提出這些警醒的人 都是中共同路人 聯合報就寫了一篇 他說蔡政府 蔡英文靠著反送中 蠻果乾 操作蠻果乾 贏得了大選 現在呢 人家提出了阿富汗的事情 警醒臺灣 他卻是禁警 是討伐的 包括了謝榮介也說 林非凡你罵國民黨講這些東西 提出一些警示 就變成是投降主義 那你自己其實當替代議是吹冷氣 網友也講說 什麼叫做投降主義 你自己本身就是示範了投降主義 你以前都罵民進黨 陳菊跟張志軍搞閉門會議的時候 林非凡罵 對民進黨非常失望 林非凡完全執政民進黨 要避免說一套做一套 重批前瞻 林非凡嗆民進黨 就繼續墮落吧 二零一八年七月六號的時候 還說這個勞基法 修二 林非法 怒 民進黨已經沒有民主了 只剩下黨藝 然後隔年馬上加入民進黨 這不就是新的投降主義嗎 示範什麼叫投降主義 當然有人討論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第一個跑出去的是哪一種 就是疫苗第二類的那些官員 謝大使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個趙紹康他的那個講法 其實是在國際上 現在是一個很多人都是這個講法 你在歐盟 你在北約有人說 今日阿富汗明日北約 你在這個其他國家 北約也這樣被講 你像英國的國會 坐滿了人 辯論了一天 就是辯論什麼事 就是辯論討論阿富汗的情勢 說美國抽腿就抽腿這樣 對 而且說美國這樣做的話 他的盟邦都會喪失他的這個 他對美國的信任 這是一個國際上一個主流的想法 而且這在美國國內也是主流的想法 連不要講川普了 這個在報紙上登了很多 都是講說美國的盟邦會喪失對美國的信任 對 趙紹康這個講法是同樣的一個 同樣一個思維 可是民進黨我真的奉勸他 面對美國在這次阿富汗出的事 他真的要很嚴肅的來面對 也很嚴肅的來面對 因為這顯示上國際上幾個 第一個 美國的國力正在衰退 第二個 美國現在這個拜登政府 整個的路線 正在在美國國內 這個進行的非常激烈的辯論 那這裡面我覺得民進黨應該 他們不要讓林飛函這樣子 比較無知的這種出來 隨便扣人說是什麼投降主義 這個是很不理性的 這個整個台灣應該要很嚴肅 然後呢 來好好來分析一下 要看看其他國家怎麼看這個問題 美國自己怎麼看 美國現在都還沒有定論 那台灣就居然就在那邊 隨便我們提醒我們注意的人 反而把人家指為說什麼什麼 賣國賊啊 對啊就是說投降主義 搬過去啊 那你今天你是 任何一個國家 面臨一個政策選擇的時候 常常一個核戰都有主戰派 跟就是說主和平派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你隨時指責對方都是賣國的話 你這不是分裂自己本國的這個勢力嗎 你把自己的社會撕裂嗎 就是人都是 你要假設大家都是為台灣這塊土地好 我提出來的政見跟你不一樣 你千萬不要用賣國賊的這種 所謂這種投降啊 這種帽子去壓別人 這種做法只會撕裂台灣的社會 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我們在任何國際社會變亂的時候 我們要團結 可是出了這種林非凡這種人的話 他對台灣的社會又把我們進一步的撕裂 然後用一種非理性的方式來面對 這個是我覺得要譴責的 我也想請教原志 你怎麼看林非凡這個 所謂的投降主義 然後網友就說你示範的就很好啊 對啊林非凡就是那種前提正直 就是講話滿口人一道德 但是做起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就可以跟疫苗比喻啊 很多綠營的人不是講說 我們要挺高端啊挺本土的啊 結果他自己有打高端嗎 沒有啊他打的是國際認證的疫苗啊 這些人就是這樣啊 如果萬一怎麼打仗的話呢 我們要挺台灣啊 結果他自己有當兵嗎 沒有啊他替代議啊 那今天我覺得民進黨很奇怪喔 民進黨我覺得他現在好像恨不得他們是 美國的發言人你知道嗎 拜登總統發言人 任何人好像只要批評到美國 他都很生氣這樣子 然後奮不顧身要跟你辯論 我在想說拜登他被他們國內的 那個共和黨的議員批評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很想要去罵那個共和黨的議員啊 不是美國是不能講的嗎 我們是像我也很喜歡美國 我在美國讀書嘛 可是我更愛台灣啊 我們要以台灣的利益為主嘛 當美國可能他的政治利益改變的時候 會去拋棄台灣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也要提出這樣的質疑啊 謝謝 謝謝